夏季焦阳似火,在如此酷暑下,我们习惯于各种科技产物下的降温方式,早就无法脱离它们,也无法想象没有渡下神器的一天该如何度过,2000年前既没有冰箱又没有空调可以消热解暑的古人,又是如何度过暑热的呢? 欲来盘底碎,雪道口边消,这是一段古人关于冰制品的描写,那么当时的冰是从何而来?事实上,即使冰块在古代的夏季十分珍贵,古人也有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降温方式,那便是热水造冰,与此同时不禁令人更加疑惑。 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热水造冰又是根据什么原理而制成?热水制冰的原理,至今仍困扰着物理学家们,始终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解释,古代制冰的方法速流追缘,古代的制冰法层出不穷,最通用的是冬季筑藏冰块的方法,虽然只有少部分的皇家贵族能够使用, 古人在冬季提前将冰块放到冰窖中,底下垫着稻草、炉洗,又盖上一些类,似于树叶之类的来隔离与外界的接触,封存窖口,夏天就可以使用。 此外还有唐朝时发现的消食制冰方法,这也是古代目前来说最为合理的种制冰方法。 准备一大一小株满水的容器,在大容器中加入消食,消食溶于水,小容器的水便会逐渐变成冰块,消食也是如今的碳酸钙,碳酸钙吸热,周围的温度便会降低。 在2000年前西汉的哲学著作《淮南子》里就记载有以东朔交以下造兵的说法,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的淮南学派共同编撰的,又称为淮南洪烈,是淮南学派的内书。 而除了内书之外,淮南学派还著有讲述各种自然现象和生活技术的外书,淮南万壁书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淮南万壁书的全本已经散意,目前只有后世的一些几本,根据现有的资料,淮南万壁书中确确实实地记载了古人造兵的方法,原句如下,取沸汤至瓮中,秘心间,沈,井,中三日成冰。 简单翻译一下,就是将废水放置在瓮里,用布料仔细地密封起来,再沉到井中三天,这些水就可以变成冰了。 听起来这个方法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井水确实是很冰凉没错,但为什么要用废水来制冰,用凉水的效果不是更好吗? 而井水本身的温度虽然很低,但是也没有达到冰点,为什么反而能够让更热的水结冰,针对淮南万壁书的这段记载,历来的学者都有自己的观点,尤其是近现代的物理学知识传入我国之后,人们对于这一记载的真实性更加怀疑。 毕竟淮南子中也有许多神话传说的记载,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古人只是在无意中掌握了一些现在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物理学知识,比如温州大学的学者洪振环认为,这种方法利用的是气压更低的地方水冰点温度升高的原理,因为井的深度一般比较深,井底的气压会比较低。 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古代没有机器钻井,不可能动辄江井的深度达到几百米,古人造冰的关键点就在于,废水这个似乎反常式的点,在进行了密封的瓮中深处产生了类似于浇汤效应的反应。 因此,废水可以迅速降温,甚至最终结冰,所谓浇汤效应,就是气体在通过多孔性物质时发生了不可逆的绝热膨胀,最终导致温度的急剧变化。 在这个操作中,封住瓮口的尖就是那个多孔性物质,而水瓮又可以密封其他的部分,那么,这个猜想是不是正确呢? 任何一种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如果不通过真正的实验,那么就只是一种猜想和空谈。 于是学者李志超对此进行了实验,他用球形玻璃瓶代替头瓮,在其中装入水和温度计,并将其进行密封。 在烧开瓶子里的水,迅速放进盛满了凉水的水桶中,等于用更加严谨,可控的方式对古人的说法进行了验证。 那么结果如何呢?李志超发现在一开始,瓶中的水的确降温非常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近乎沸点的90多摄氏度降低到了20多摄氏度,但是在那之后的降温就没有这么快了。 会不会是放置时间不够的原因呢?毕竟淮南万壁书上的记载是要放置三日,于是李志超又将瓶子放置了几个小时,此时的水温已经降低到了7.5摄氏度。 它将风口缓慢地去掉,这样可以让外部的空气缓慢流入,起到平衡内外气压的作用。 这之后,瓶中的水又下降了大概1.5摄氏度,整体的水温在6摄氏度左右,已经算是非常清凉。 但是明显离冰点还有一段距离,更不可能得到像冰窖里储存的冰那样大快且坚硬的冰。 这次实验是第一次针对。 淮南万壁书中置冰方法的完整实验,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关于淮南万壁书中记载的方法到底是不是真实,也存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结论。 一方面,古人记载的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降低废水的温度。 说明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基于实际的实验总结的方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方法似乎也并不能够让水到达真的冰点,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也许这本来是一种劳动人民在实际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方法。 但是鞭子淮南万壁书的文人们并没有真的实验过,所以也不知道这种方法的实际效果,就道听途说将其写进了书中。 这一说法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子,但目前也不能够完全肯定就是这种状况,毕竟淮南万壁书中的记载也十分简单模糊,可能是有什么关键的步骤被忽略,才导致最后的结果不尽人意。 总而言之,关于我国古代用热水造冰的原理,至今都还是一个困扰世界物理学家的难题,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后,我们拥有了在任何季节保存实物。 制造冰块的能力。 通过蒸发器重新变为气体,在形态的变化中吸收热量并释放,于是冰箱里的温度就降低了,不过另外的科学家并没有放弃。 一位名叫李志超的科学家和学生通过气体绝热膨胀降温的原理实现下造冰,他们将实验气敏中的水加热至沸腾,然后迅速放入凉水中,气敏中的温度迅速下降到20多度。 然后在瓶内温度和室温完全一致时,通过小孔向瓶中放入空气,使得气体增大压强减小,温度降低,最终得到了一些冰茶。 但是,这是在绝对严谨的实验环境下,并不能完全模拟古人下造冰的方式,还有许多科学家提出其他的一些方式,尽管有的也能制出少量的冰。 但是都无法复刻古人的开水造冰记忆,但不管怎么说,古人用开水造冰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我们正常的想法一定是想着尽量用冷水更接近冰点,但是用热水恰恰符合母配巴效应。 这个效应是一个坦桑尼亚学生在1963年发现的,同等条件下,温度高的水反而要比温度低的水更容易结冰。 而我国古人早在2000年前就洞察了这一现象,古人通过热水造冰的方式虽然目前无法复制,科学家对此的研究也是众说纷纭,但是古人另一种通过化学方式造冰的方法却得到了公认。 那就是销石造冰,销石的主要成分是销酸钾,销在古代也是制作火药的必备成分,而销酸钾的特性就是溶于水会产生化学反应,吸收大量的热量。 如果使用适量的销石,可以使周围的水迅速降温形成结冰的状态,不过这样制作出来的冰并不牢固,有点类似现在的冰沙,通常可以用来制作冰镇的饮品,还可以用来制作类似于现在冰淇淋的冰烙。 不过由于销石的价格并不便宜,所以在古代能够吃上这种冰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而古代的开水制冰将装有沸腾热水的瓮瓶放入深井中,制冰石是否也利用了销石降温的原理,但是记载中并没有关于瓮瓶放置销石的描写。 不过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因为在二者的双重作用之下,下造冰可能更加容易实现,但是无论是哪种方式造的冰,或者是冬天通过冰窖储存的冰,在古代都是稀缺的产品,也只会供少数人使用,广大的劳苦百姓还是要忍受夏日的酷暑。